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就是 以祭阿不敬 今天在网络上我就有看到 有人就这样提问 祭神能不能当用神 因为在传统学派里面用神是固定的 所以他就问了这一个 祭神能不能当用神 其实各位 在五行派本来就没有用神祭神的概念 你们要先清楚 五行派没有用神祭神的概念 因为五行派拿到八字 第一个就是批命 他根本不判断用神 各位 这个是你们很清楚的一件事 我们也不会分析他是身强 他是身弱 什么都不会 我们就看五行流通而已 那五行流通一出来 在五行派里面 他的五运是独立的 财光底十亿他是独立 所以既然是独立的 你就会知道财运有财运的用神 官运有官运的用神 应运有应运的用神 随著你问的问题不一样 他有不一样的用神 而这些用神有的时候会是怎样 有某些字一样 有的时候又会完全颠倒 所以这一种喜忌用神 在传统命学里面 他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 当然了 五行派就不看用神了 就直接跳脱用神 直接批命就要了 所以其实当你了解说 五运他是独立的 各有各的用神的时候 你就不会浪费时间去抓喜剂用神 要不要浪费时间 你根本就抓不到 这也就是让很多人 刚才没讲 这是我的用神 我好开心 终于能到我的好运了 结果一下去 整个乱七八糟的现象 因为他这个好运 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好运 我要问各位 你根据身弱取出来的用神 身弱的用神 他是根据什么取的 根据什么运取的 他根据什么取的 同样道理 身强的用神 他是根据什么取的 能不能够给我一个答案 各位 登落取出来用神要干嘛 针对哪一个运 有谁可以给我答案 我跟你说到现在也没有人可以答案 有没有解 到现在也没有人给我答案 身强取出来用神是 要干嘛 我也不知道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打迷糊仗的情况 他就在打迷糊仗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每次看影片 老师都讲的很厉害 可是要批位了 那么简直跟虾子没两样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一种的 这一种的那个经验 尤其我们刚才在学八字的时候 我们大多数都是用身强身弱入门 对不对 身强身弱入门 然后身弱要硬比身强要克蟹 大家都朗朗上口 结果真正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才知道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 浪费了你多久的时间 有的人浪费了10年 有的人浪费了20年 所以各位 你在 你就要先知道一件事 在五行派 就 不再跟你讨论用神 你的用神 没有固定的现象 就是直接看你八字的五行流通 所以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时间用神跟空间用神 这种情况 你就直接批命就好 你什么都不用管 就是直接批命 你假如在那边想很多 那你命绝对批得乱七八糟的 很多人就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网路上 我随便抓个案例来看看 这个人就在那边问说 他的八字的用神到底是什么 他的八字的用神到底是什么 所以 还是老话一句 他的八字用神到底是什么 大家就是 就是一直在那边猜猜猜 他到底用神是什么 他到底是身强 乙木出生在 隐月 水来生木来 这个八字应该算强 那他要克谢 是不是这样 可是 就是搞不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你不用去管他生强生弱就对了 你 首先先把他本命批出来 本命代表本质嘛 任魁水生甲木 地支呢 隐木生吾火 克有金 生丑土 好 从本命出发 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的一个财运在这里 还不错 他的官运是多少 好 他的应运还不错 他底肩 劫财 兄弟同事的运也都不错 所以这个八字就只有一个官运比较差而已 然而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永远都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嘛 他不是永远都这样 我们还是要看他 现在这个大运进来是怎么样 我才不管你他妈的 用神还是祭神 假如这样的话 他是生强的话 上半年走这一个可以 那后 后五年走这个 这个他不就死令了吗 可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各位 不见得嘛 我们就看一下 他进来了以后 他叫什么 清金 这边银哈一合 变成吾火生丑土克酉金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可以发现到 虽然表价的官运变好 实际上官运并没有变好 古通 人际关系还偏弱 财运的部分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好 那在这一种情况下 这一个人就说 他基本上在 22、23年是他人生比较压抑的情况 22、23年就是去年跟今年 他会有什么压抑的现象 我们可以知道去年对 那在你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人、水两个 为 就是他的一个状态 地支 银银银河 银木 生 吾火 克酉金 丑土 那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情况里面 他一直都是破财的下 他一直都是官运不好 他财运都一直很好 各位 各位 你看他一直都是 财运很好 他的官运一直都不好 那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想请问 他假如是经商的 那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财运很好 对他有帮助吗 重点就来了 你了解 这样子对他的 会有帮助吗 验珍你好 所以他假如是去搬人工作的 这个八字 通常就很差 因为他官运一直都很不好 他除非 他要做的是什么 他要做的是什么 技术型的工作 否则 一般来说 假如是一般的那一种领薪水的 通常就是看官运而已 看官运 不用讲 这个八字绝对是不好的下 那今年更不用讲 今年 卯木生吾火 还是一样克酉金 一样尘土都还ok吗 所以 各位 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这个八字一直关运都很烂 关运一直都不好 所以 可是他的财运很好 问题 他就是怎样 他没有去走他 奇怪了 怎么一直都把它调整一下 调成这样 所以这个八字 他一直都是在走错路线 很多人就这样 他走错路线他就很辛苦 这种情况 我说过了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都是说 你好好的读书 考虑做好大学 以后毕业以后出 外出找一份好的工作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循着这一个路径在走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 我们循着这个路径在走 自然而然 有很多人 一半以上的人 他是 他是财产强的 他就走这一种路线 我想请问 他走这种路线会对他有帮助吗 答案是绝对没有帮助 所以这一种人 我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每个人 他所适合的路线 都不见得是一样 这一种人就适合往食伤 的方向去 可是 刚开始要叫你做业务 做一些 技术型的工作 可能你没有办法 那你只能够乖乖的 我想找一份工作 在里面待着 多少人都是这一种情况 所以他在人生的初期的时候 他就走错路线 一般来说 都要等到30岁 为什么 因为出社会5、6年以后 他开始 招惹社会的大吉 他会慢慢的知道说 完全不像学生时期 那时候 学生 我说如果大学生 那个叫 类大人 他根本不是大人 他出社会 他必须有接受社会的毒打 他才知道什么叫社会 那学生时候的那一种 气焰 他才会消失 慢慢的去 接受自己就是平常人 各位 我相信你们都已经出社会很久 你们都会接受 我就是平常人 可是当你们刚开始 从学校离开的时候 每个人 对自己都是认为自己是人上的 龙中龙 凤中凤 对不对 结果 接受社会的打击以后 你就会从龙凤 慢慢的变回人形 你就会说 对 我就是一般的人 所以其实 这边也就是要跟你们讲说 命理这种东西 他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历练 对他才有效 否则像这一些小朋友来讲 子高俱昂的 然后 一个一步小大人的样子 我学最新的东西 你就不要跟我讲那种东西 各位 你在大学里面讲八字 他会理你吗 他就说你那麽老东西 对不对 我们是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 哪里跟你样老古板 什么命命命命 可是随著他毕业了以后 我管你什么学历的 你台大的也好啦 对不对 妈我的客人也有 妈大学里面的教授 我的客人也有里面大学的教授 妈到最后还不是一样 老师 来帮我看一下喔 不是 怎样 不到 是时候未到 当你接受到社会打击的时候 打得你鼻青脸肿的时候 你不得不认清事实的时候 你就会来想说 来找找命理师 各位这时候还会相信这种东西 不是老师说法实在 他妈老师也是这样过来的 难道老师妈刚开始就已经40几岁了吗 我也是跟你们一样一步一脚印走过来 走到现在的岁数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在讲的是什么 我以前的经验嘛 我说过命理师什么都不多 妈经验最多嘛 我老师以前也是这样嘛 了不了解 也是一个小屁孩一个嘛 妈认为自己妈脑袋最聪明嘛 文武双全嘛 等到出了社会以后才知道 妈文不文武 什么东西都没办法做 只要到最后呢去做家委 各位 认清事实啊真的就这样而已 要到高科技产业 我的学历又不够 只好在这种环境里面工作 在这种环境里面工作 又要被客人消遣 他妈的有的时候你遇到 那一种奥客的时候 妈气都气死 然后他偏偏又很嚣张 你这样子对我 我要跟你们公司客宿 公司永远都挺客 都不会挺自己员工 所以你就知道 在工作职场真的很痛 再加上我又破关 所以有的时候 虽然我在加油站很快乐 我在加油站很快乐 但是 你现在再叫我回去 不可能 你不要解 你再叫我回去不可能 我昨天说了 就算你实薪现在200块 200块算高了 实薪200块 你一天妈的让你做8小时 1600块 你他妈的 你一天1600块 我一天批个命3600 我可以抵你妈两天 各位 你实薪200块要干嘛 我一小时就赢你两天 所以 各位 这就是什么 随着我们的成长 你不要解 这就是我一直在跟你们讲 你们要学会成长 当你越成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以前的 真的很好笑 你不要解 以前真的很好笑 人都是这样子 不断不断的去历练 很多东西了以后 慢慢的提升 当然 大多数人都不是命理师 所以 你们的提升可能都是大部分 在你的自己的工作领域里面 我的工作领域就是在低人声 所以 当然我会跟你们讲一些 我们常碰到的这一些状况 你就会知道 其实我对人为什么 我没有那么 那么好心 因为人都很贱 我一直在跟你们讲 人都很贱 人是非常现实 当他们在坏的时候 求爷爷告奶奶 是你帮我了 怎么样 等到他脱困的时候 他就不认了 而且这种人非常非常多 有没有解 这种人非常非常多 所以 为什么我对客人 我不会客气 你不要跟我讲说 你多可怜又多可怜 你只要把可怜两个字摆在前面 我就论 我就论定你是不可怜 你只是为了要求一个免费批命而已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 人性就是这样 当他达到他的目的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认为 不是就只有一般人 你们自己也一样 你们都说 老师我不是这种人 其实在很多时候 你们自己都有做过这种事 要不要解 只是多跟少而已 所以 你要来找我算命 我当然就是 你先付费给我 付费给我 我再来跟你算 你不要跟我讲说 老师你要先帮我断前世 谁理你啊 我断前世 我只要一断前世 就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主客地位就颠倒了 我本来是不能这样做的 结果你叫我做 我就去断 不管我断对断错 各位 是不是 你的主客地位就已经被人家拉走 那这时候你要再收回 很难收 甚至你想要从他的手中 叫他掏钱出来 更不可能是 而且这个人会越来越嚣张 可是当你收钱了以后 跟你说 他就会变成大鲨鱼 原本是大鲨鱼要咬你的 就变成是一只小猫咪 你好了 是你说的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付费 了不了解 因为他付费了 因为他听你的话 所以主客地位就是在这里拿捏 拿捏什么 当你把主客地位拿捏了 你讲的是屁话 他都说是香的 了不了解 了不了解 所以一直在跟他们讲 批命批命很重要的点在哪里 那个学术根本都不是重点 了不了解 那个学术不是重点 是你掌握了这个批命的主动权以后 这个客人随便你拿捏 了不了解 这个客人是随便你拿捏的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 人家都在跟你讲说 要100分的批命 结果你考了99分 说你很烂 我前面都不会表现很厉害 670分 670分 让你的 期待度就只有670分 可是我考了一个80分给你看 老师你很厉害 各位 80分 跟99分谁厉害 当然99分 问题我80分 人家崇拜我 你99分 神棍 各位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观念 我说过了 你的学理不用太 不要一直去钻牛角尖 你只要大方向 你批的对 接下来就是学会怎么掌控人性 这样子 你的批命生涯 就会迷坏 否则你看很多命理师 我对你们服务都这么 乐疼 或者都这么尽心尽力 为什么 你们都这样对我 你诸实 对不对 客人对你的态度就是不问白不问 来讨讨你 他的态度就这样 佩佩姐 他的态度就这样 各位 很多 来找我的 你要先帮我断一下前世 我为什么要帮你断 你先付费再说吧 你只要给我吃死 我说那又怎样 我 我是有收你钱是不是 不算就滚蛋了 各位他们说什么 他顶多说 妈我挺得有问题而已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学理在哪里 可是有多少人 他在网路上 帮人家批了以后 用line 微信 打字了以后 对方不爽 就把这些截图下来贴到网路 你看这一个人多王八蛋 你免费帮人家批命 你还被人家骂王八蛋 还没有还收不到钱 那你是自讨苦吃吗 所以各位 我没有收他钱 我不批你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顶多就骂我 混蛋而已 你真的知道我的实力在哪里吗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什么 你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命理这一个世界 都是一些混蛋家伙 都是一些什么 有问题的人 有问题的人 他的兵态跟一般正常人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都说都是很混蛋 然后他心理变态 那他们呢 都认为他们是很正常 可是实际上在我眼里看起来就是个笨蛋 就是个神经病 好啊 你既然是个神经病 我就比你更神经 让你突然觉得你自己是正常的 就这样子 你遇到公子 所以各位 这就是土克地位 不了解 所以这些学理 你会批命就好了 我简单讲不是很重要 一小时的批命 批命看有没有20分钟 其他还不是扯屁聊天而已 那个才是重点 什么批命让人家开心 20分钟就解决了 30分钟聊天 下次再联络 不是轻松愉快吗 学理是要学到哪里去 50分钟都在讲8字 他妈的10分钟以后你就看客人在打哈欠想睡觉 无聊死